中華客運車在發生這個車禍意外之後呢 被拖回了國道警隊的停車場 我們看到這個右側的車身 當時有疑似是先撞擊了外側護欄 再撞擊內側 因此在上面可以看到明顯有撞擊 並且非常大的這個車窗的裂痕 那整個車窗的事後也都被敲破 不過呢它又再擦撞了內側的護欄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最嚴重的反而是在左側的車頭 這一整塊都已經被撞掉了 完全是缺了一大塊 就連旁邊的這個駕駛座也已經扭曲 並且車門幾乎是已經打不開的情況 而整個左側的車身呢 看起來也是狀況非常的慘烈 說車窗有大面積的破裂之外呢 有非常明顯的撞擊痕跡 而且整個這個乘客座上面的這個支架呢 幾乎都已經彎曲了 變成這個直角的形狀 甚至只要再用了一點點 可能整個車頂都會塌下來 我可以看到呢 上面還有乘客當時蓋的毛毯露出車窗外 其實當時已經是凌晨12點多了 所有的乘客幾乎都是在熟睡的狀態 因此撞擊之後幾乎沒有任何人可以有及時的反應 那根據當時候這個身懷並且輕傷的乘客回應呢 當時候撞擊的瞬間是一陣的天旋地轉 甚至還有人說呢翻滾了好幾圈 因此也懷疑有當到底當時候呢 是有翻滾的狀況嗎 或者是嚴重的撞擊 那根據了解其實有很多乘客 可能是沒有系上安全帶 因此在這個強烈的撞擊之後呢 所有的人很多的這個乘客都是飛出窗外 因此傷勢都特別的嚴重 激震的非常的明顯 旁邊的這個車子的板金呢 也都有很明顯的刮傷 那目前呢 警方調閱這個沿路的國道行控畫面 並且也調閱了Aloha的這個行車記錄器 來瞭解車禍的原因 那以上呢是在高雄的情況 在鏡頭我叫Money